今天很少两段加速失误,特别是早上 但是今天1月13日,这个黑色星期五,就需要两段 第二段这段我相信有更多不同,因为我实际上睡了 其实我已经睡了觉了,我就说回Pombeau接受访问 Pombeau昨天接受美国电台的访问 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他说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问到有关武力公台问题,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很认识中文的传媒译点译到一个句话,讲到一个句话 我想香港人有一个好 香港人有听英文的原文 而且Pombeau的英文没有人听,电话英文可以接受 我在这里,我拿回电台原本的transcript 我拿过三批播文给大家听 那一段,正确实那一段,在美国的 fair use 范围里面 其实在美国,因为美国的东西比较好用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你 fair use 范围的东西可以用的 其实我也有问过其他那些做 radio 或者做YouTube那些 如果是美国来自美国的contact 可以少量使用 我借过一段而已 我想大家现在可以看了这一段发生什么事 我想大家就可以对整件事有一个清楚点的理解 我现在就播了 你记得很重要的 是要关注的 它是永远要得到的 字幕正在 台湾不是一部分的 中国的一部分 那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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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 一部分 都做到 一部分 我其实 这就是一部分 一部分 我认为 这一部分 是一部分 for democracy that the people who live on Taiwan ought to be honored by having the Chinese live up to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y have made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both parties can agree to and I hope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for as long as it's the case that the Chinese and the Taiwanese can't figure their way through this we ought to honor the commit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and we have a set of obligations you've seen our announcements with respect to weapons sales to Taiwan to assist in the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designed to live up to the promise that have been made between frankly China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好了,大家 聽完這一段了 OK 我這裡就有一個系統 因為我自己做operator 我可以播放三筆 OK 這個基本上 任一個電台做到的事情 其實我都做到的 其實我覺得整個三筆 我很少做三筆 因為是copyright issue 很多時候 但是 這個整個三筆 因為我由於copyright issue 去看的話 其實我很樂意做三筆 因為做三筆是好一點的 其實是好聽一點的 而且大家有一個印象 這個是Pombeo的原話 不是我去做出來的事情 它是很確實地說了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這個政策 這個現今的時代 已經開始在限了三年 它也其實是夾了民主黨幫人上戰車 就是你以前也是這樣做的 我也說 美國是有責任去防守台灣壓力 美國有責任 而且這個是Model from Democracy 其實這個就是 是否定了以前 AI的那些 就是那些仆街陰謀 你知道AI的那些仆街陰謀 它現在其實基本上 就是綁了拜登上戰車 就是無論是拜登做總統 還是川普做總統 你看到很清楚 就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就是美國的真正過程 現在Pombeo說到出口 就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不要說什麼 這句話我可以說 今早上中國一定會有反應的 超大反應 我告訴你肯定有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美國人說得明就是 你敢打我敢動 你優衷就開戰 這個是很清晰 它已經放在電台上 你放在電台上 這個就是 我猜他可能有些人 就是他這個比較低調 我不是放在Fox News 我不是放在Fox News 我放在Fox News 你整個視頻全國看到的 這個就低調一點 但是問題是 因為現在始終會有回望 而且 現在已經拍華人 因為川普的事件 的關係 變成一直追著看 或者追著聽 一些保守派的電台 電視台 這些內容 你這樣看 我自己 怎樣 這幾段時間我都看了很多 美國的表演 其實 甚至有些美國的表演 很有看法 例如《Good Morning Muck Cup》 我覺得 如果是搞一個比較年輕的馬力表演 是一個很好的 學習的資料 你不要照抄 但是 它的風格是能夠 是一個 你要把政論節目 年輕化的話 它是做得好的 就是要有些喜劇演員的質素才行 但是 我們聽了這麼多的事情 我們 所以很難 你說華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什麼可能 現在你講得很清楚 Pombell是說明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 台灣 因為要保護這個民主 美國是有責任防守台灣 這是他的誠言 也要迫拜登 要享受這個誠言 當時特朗普 不用說 特朗普 所有的外交條件 都給了Pombell 那Pombell 基本上Pombell 他做的決定 就是他主席的 就是他主席的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 你中國想要 他其實是忍戰的 其實 Pombell 就是 你救僵就開戰 他現在就看中國的反應 如果中國反應 開戰 多謝 特朗普 最想要這件事 特朗普 也不知道多想開戰 好了 如果中國不敢開戰 他的下一步就是 走 耶魯撒岩方案 什麼叫耶魯撒岩方案 就是 當年美國很多承認耶魯撒岩 是以色列首都 將大使館 搬到耶魯撒岩 駐以色列的大使館 會同樣做法 將所有事情 分析 很快 有什麼奇怪 一直都有傳 蓬佩奧會訪問台灣 你記住這個背景 是什麼 是美軍 泰已經有軍 美軍的海軍陸戰隊 在台灣奉獻台灣的軍人 而且在11、20日 美國和台灣 是會有經貿論壇 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出現的 所以台灣已經不需要害怕 所以國民黨那些白痴 現在還在說 蔡英文押錯注 我心想 喂 白痴有個限度 這也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美國人完全量解 蔡英文的處境 譬如當初為何蔡英文 有些人質疑為何蔡英文 公開拜登 變成疑似 第一件事是禮貌 第二件事就是 但是這個 蓬佩奧也給了 這個定心願給蔡英文 不用怕 我們一定照理 我們不介意這個做法 這個信號很重要 這個是 放手台灣 一定是兩黨共識 你就算民主黨人不同意 拜登不同意 我也要夾到你同意 因為台灣人其實比香港人更加怕拜登 香港人怕拜登就是因為 亨特拜登和何志平的關係 我們知道何志平是一個怎樣的混蛋 而華信銀元 為什麼台灣 中油在榨德的油田 居然是和華信銀元合資 但是我聽就知道 2015年做的事 我一聽就知道 還不是馬英九賣台 馬英九真是混蛋 馬英九和董建華那些 現在我覺得遲了要優惑 這些人 但是 現在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台灣人怕拜登 因為以往 很多對台灣的法案 受武的法案 拜登是強烈反對那個 好了 但是現在就是 所以 Pombell 就是 我現在說過 這麼多年的政策其實都是這樣 拜登 你省省省省省 夾爆 拜登 他保護台灣人的責任 是由始至終 由始至終 由始至終做到落腳 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到 這個訪問是很令到 如果我是台灣人 大致放心 大致上 美國一定會照台灣人 這是他的承諾 當然 拜登現在也不會 不敢承諾 拜登現在嘗試承諾 我猜 我猜他都很麻煩 誰相信他 你都知道 大哥 大家整條街都覺得 喂 這個拜登 是不是他兒子 跟中國的關係 那些都不清不楚 喂 大哥整條街都知道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那個問題 他都要回應 是不是 那現在 不用說 你可以看到 蓬佩奧 這個是一個 很有責任心的 一個國務卿 我可以這樣說 這個事情 他是做到仔 他負責到底 這件事 很清晰的 很清楚的 而台灣不是中國的 其實也是美國的真正國策 這個也都為鼓勵其他國家承認台灣 承認台灣 一個打入 政權的一個鋪路 一分鐘美國會 在特朗普 我不知道特朗普會連任 當然希望他會連任 但是我猜 可能特朗普任期都會承認台灣 但是如果特朗普不連任 如果特朗普玩鋪勁的 特朗普 我連任不了 不要緊 我用我的管總職權 承認台灣 嘩!厲害啊 中國打不打? 我問中國打不打 我告訴你 你把人家打得這麼過癮 對不對? 你干涉別人的過癮 只要他總參 四個幫忙 玩得這麼過癮 那我現在告訴你 什麼事 現在 這就是玩出火 這句話 現在所有事情都是人家在加速 對不對? 我剛才播放的聲音帶很清楚 那個不是作的 那個是進入電台 我給大家看一張通訊 那三筆是這樣的 OK? 那三筆很清楚 它就是這樣說話的 龐貝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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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說話 我想其實 去到這個 中國人應該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 其實應該正式成立台灣獨立 正式成立台灣獨立 大家有一個正式的關係 你不要說什麼海協會 海基會 那些這麼奇怪的事情 一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 台灣永久辦事處 然後是中華民國永久駐北京辦事處 好像 兩德無息 那樣多好 你乾淨 對不對? 又不會太硬看 對不對? 你又可以保留一個 溝通的門路 你爭取 以承認中華民國名義 台灣獨立 對不對? 那你可以帶來一段和人平日子 而且 川普也不會對爆 對不對? 這個是最理智的做法 但是你知道中華沒有這個理智 中華沒有 中華沒有這個智慧 中華有這個智慧 幾十年前已經做了 對不對? 你一早 1907年 兩德無息的時候已經做了 沒有 蔣介石和毛澤東 都不是這些人 現在 習近平更加不會有這個智慧 對不對? 習近平沒有這個智慧 沒事的 就等美國收拾你 是這樣的 我覺得 這個是加速事件 就是這個已經看了美國的立場 美國一定是會幫台灣 幫香港 很清楚的 我猜下一個就是怎樣幫香港 我猜是更多人被制裁之外 我猜 我猜可能很快有惡獲名單 金融機構哪些惡獲也很快有名單 例如你說救生艇 其實比香港人救生艇 這個應該是兩黨共識 我覺得也是兩黨共識 民主黨應該同意 他都會做事 然後現在你賣武器這個 不是要賣武器這個其實是兩黨共識 你覺得他賣這麼多武器 民主黨都沒有反對 我相信拜登也都被夾到 就是一定要走回這個政策 就算拜登做 甚至拜登做 拜登現在是疑似總統 但是我覺得幫了特朗普很大機會翻盤 但是就算翻不到盤也好 政策也不會變變 加速仍然會繼續 有沒有這個任何回事 但是我猜以習近平這些小學雞的話 我實說任何人都可能被他激華 更何況以拜登 我現在反而擔心是拜登的 老暴的狀況 以至拜登的魄力 究竟有沒有可能 好像特朗普那樣的能力去 執行那麼多事情 因為怎麼說得好 Mike Pompeo 以至 跟著彭斯再加特朗普這個組合 有一點大家也要承認 在外交上他們是一個很 效益的組合 當特朗普太大口 是得罪了不少人 或者私底下 可能以往的一些私人恩怨 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有一點是事實 但是無論是香港問題也好 在台灣問題也好 在台灣問題也好 他們的辦事效率之高 是 我想是我觀察了這個 國際政治以來 最高效人的一個隊伍之一 政策清晰 就是 執行得快 很清楚 每一個交易都做得很清楚 所以我得到的成果很多 成果之多 我估計是 很多 至於烈根以來 每一個 即是在烈根以來 我估計之後的總統 無論是老布殊 小布殊 就像克林頓 也做不到這麼有效率 奧巴馬更加不用 奧巴馬是廢的 也做不到這麼有效率 成果很好的 他們做得很有效率 一個這麼有效率的團隊 也都 令到台灣的國際地位 其實我覺得是要 平常化 即是如果中國不 挑戰 我相信台灣獨立就已成定屋 但是如果中國真的打的話 我其實覺得 特朗普也預備好了 反正遲了一戰 他們出師有名 反正中國已經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也違反了 做什麼都可以 你現在看到 國際救生艇那些事情 都做得很有效率 你想想 你一DQ 即是英國立刻出聲 公式的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跟著加拿大又開《九星星》 加拿大《九星星》就是黃昏說的 跟著就 可能英國也會繼續做 這個全部都很精彩的 之後 整個月 跟著就有很多套裝 一直飛出來 這個組合是很好的 其實做事很清楚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 你說台灣不是中國 我現在就看看 如果是有戰爭跡象的 如果中國的反應是真的敢開片 或者更加拆一張走褲 當然我勸大家 就走 36度走蝟雜 即是加拿大 叫一些人留在那些 即是除了那些人說 加拿大人口不夠之外 我覺得另外的原因是 其實都預料你回不了香港 其實都預料了 因為 開片 如果你現在 如果今天龐貝歐這樣說了 中國沒有反應 習近平政權就有危險 但是如果習近平政權有反應 有強烈反應 就隨時會開片 所以這個是加速事件 所以這個三筆看中國為什麼在這裡 它後面其實是有些大頭盔的成果 我也承認的 它後面有些是頭盔 但是 無論如何 怎麼頭盔都好 你那件事 你那個都不是很頭盔 中國對那個就是 台灣 他對那句 其實是很介懷的 他對那句其實是 台灣 中國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台灣從來都不是中國的部分 你記住 他用了一個 present perfect tense 即是他用了一個 present perfect tense 去形容這件事 就是他從 CD到去都不是 他沒有是過 所以你這個 這樣的 tense 這個用詞 它是很精準的 所以這個是絕對 刺激到中國 一刺激到中國 會有什麼事 這句話 如果中國不理會的話 我覺得是有後果的 但是不會即時發生的 但是如果中國一理會 這件事的後果 就會即時發生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值得去注意的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 你問我 你問我 要不需要 因為要齊早離開 香港那些 我會覺得 或者應不應該走去台灣 我就不建議你走去台灣 因為這句其實是 有冰災之厭的 即是Pombeau說這句 不是一個 普通或者簡單用語 應該是有冰災的 但無論是冰災 無論如何危險都好 現在的狀況 大家很清楚 就是有些事情會發生 那件事會發生 現在台灣肯定在美國眼中已經獨立 而Pombeau說得出口 其實這也變相承認了台灣獨立 大家應該去接受一個現實 就是台灣已經獨立 台灣一直都獨立 其實Pombeau這句 某個程度是呼應 以前李登輝的說法 中華盟國在台灣 中華盟國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或者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其實都是這樣 中國人不接受打飛機一回事 其實中國人應該去接受 但如果中國人不接受 為了打飛機而走去打仗 會不會呢 也會 因為中國人有些事情 這些事情 沒有理性的事情 是不能解釋的 特別是中國人對那種統一的執迷 是沒有的 我有時候覺得那是很瘋狂的 那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我也之前說過很多次 對中國人民的幸福而言 小國華寡民是最好的 大家 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 這個更加重要 國家統一不重要 穿得好、住得好、生活好 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發財 是生活好 你發了財 你生活不好 一樣沒有意思 你要生活好 生活一切安穩 國家統一強不強大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歐洲都不強大 這些國家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生活舒服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 很多中國人就不接受這件事 因為他們是沉醉於強國夢 這是很多幼稚病的民族國家典型的展示 所以我遇到這一集的檢查室 將會有很多五毛去搗亂 大家看完之後 我就會清洗垃圾 我會清洗的 你放心 我再重複幾個刻 會清洗 所以我想 這就是真正的問題 就是這樣 今天第二節到第三節 就應該在黃昏時間 講加拿大那件事 今天隨時四節 真是神經病 這個世界